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来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NBA进入漫长休赛期 回国过去一个赛季 开尔特人一路强势夺冠 一方面是东部确实很难有对手 另一方面 双探花在得到了霍勒迪加波神 加怀特加霍福德四大汉将助力后 球队没有明显短板 而西部很多球队也在过去一年强势崛起 比如拿到常规赛西部第一的雷霆 只见三个赛季一直在摆烂 但是随着亚历山大快速成长 加上芒眼或姆格伦和结尾的贡献 雷霆已然成为争贯热门球队 而且今下补充了哈腾和卡路苏两大汉将 新赛既致的期待 很多年轻球队 其实都需要一个重建周期过渡 才有能力竞争总冠军 包括展露头角的火箭 但还有一支球队被忽略 马斯在去年夏天得到状元文班亚马后 23-24赛季和22-23赛季战绩一样 均位22胜60负 文班亚马在菜鸟赛季确实展现了恐怖的统治力 1.4分10.6篮板3.9助攻 此外场均3.6次盖冒联盟第一 耍心了很多记录 上赛季只有文班亚马和波尔金吉斯两人 能够做到场均主战30分钟以内 却能贡献20加的得分数据 菜鸟赛季就融获最佳新秀 加入选新秀一阵加常规赛 盖冒王加入选最佳防守一阵四大荣誉 也是NBA历史首位最佳防守一阵新秀 还是最年轻的最佳防守一阵球员 此外文班亚马本赛季撤步三分球 命中率高达46.2% 联盟第一 菜鸟赛季至少拿到1000分 250助攻250盖冒 NBA历史第四人 仅次于贾巴尔 大卫罗宾逊和奥拉朱旺 但是文班亚马身边没有队友能够提供帮助 没有人给他传球 没有人和他配合 甚至像约翰逊 左翰几人 基本上是谁拿到球水单打 文班亚马跟着这翻跑 而接下自由市场开启后 勇士宣布财掉保罗 竟跟着马刺迅速 以一年1100万美元签下保罗 目标很明确 辅佐文班亚马 更有意思的是 国王和公牛的交易 马刺却成为最大赢家 国王为了得到德罗赞 将杜埃尔特和两个四轮签送到公牛 将巴恩斯和2031年首轮互换全送到马刺 国王还倒贴巴恩斯370万美元交易保证金 马刺只利用自己的薪资空间加部分现金 就得到了巴恩斯和一个首轮互换 巴恩斯过去一个赛季 场均12.2分3篮板 两项命中率47%加38% 不占球权 有投射能力 有防守牵制力 而保罗的加成对于马刺更明显 保罗生涯加盟新球队后 球队战绩都在上升 黄蜂从22%到46.3% 快转从39%到60.6% 火箭从67.1%到79.3% 雷霆从59.8%到61.1% 太阳从46.6%到70.8% 雷霆从53.7%到56.1% 马刺新赛季的阵容框架基本出炉 保罗加瓦赛尔加凯尔登 约翰逊加巴恩斯加文班亚马 提普希还有特雷琼斯 布兰纳姆 索汉 克林斯等人 在阵容保持健康的情况下 保罗给文班亚马在进攻端的帮助 以及巴恩斯的防守和约翰逊 以及瓦赛尔的得分能力 马刺具备冲击附加赛甚至季后赛资格 而用美眉的话说 马刺的演员并没有结束 他们还对提呼的英格拉姆有一定兴趣 球队希望继续升级四号位 而在自由市场上 像阿丘瓦 考文顿包括克劳德都是不错的选项 感谢国王和勇士 西部的格局又要变了 实际上在场赛季 西部就有十一支球队都有能力进军进后赛 包括附加赛出局的勇士 甚至一度追上勇士的新军火箭 像孤人和太阳这些所谓的豪门球队 伴随着詹姆斯和杜兰特年龄增加后统支离下滑 他们很难有过多的补强动作 很有可能下赛季要下滑到附加赛附近 而除了火箭之外 马刺大概率崛起 还有上赛季一直受困于伤病影响 被迫摆烂的灰熊 直面阵容并不再提胡 胡人之下 然后另外一边 在签约的冷冻期结束之后 格局球队纷纷正式完成了签约 这次的修赛期没有什么意外 那些达成口头协议的签约最终也都官宣完成了签约 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回过头来看 金周勇士卖出阵容重组的第一步还是非常坚决的 他们果端送走了克里斯保罗和可莱汤普森 放弃了大量的薪资空间 从而腾出了全额中产的空间 并且利用他们的空间连续签下梅尔顿 尼凯尔以及希尔德 早些时候 何勇士完成签约的梅尔顿 以及尼凯尔分别确定了他们新赛季的号码 并且向勇士球迷问好 梅尔顿将身穿8号球衣 尼凯尔则是会披上1号战袍 毫无疑问 这两笔签约 一方面对于勇士而言绝对视觉家的不强引员 另一方面 周勇士勇士对待克莱汤普森的坚持态度所收获的回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初勇士给克莱最多提供了两年5000万美元的合同 在不清楚自己是场价值的前提下 克莱想要一份四年合同 但勇士坚持只给他两年合约 同时在总冠军产生后 勇士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没有给克莱开出任何报价 由于没有感受到尊重 克莱最终选择离开 也正是克莱的离开 让勇士腾出空间 从而管理层得以用一年1280万美元的合同签下梅尔顿 而离开尔则是以一份三年2700万 平均每年900万的薪水 先前后换加盟勇士 这两人的年薪超过了2100万 差不多就是勇士给克莱开出的薪水 说直白点 勇士的坚持 相当于就是用克莱换来了梅尔顿和离开尔 尽管很多人依旧不希望看到克莱离开勇士的事实 同时不少民宿抨击勇士管理层 他们同样希望看到铁三角一同在勇士结束生涯 但是实话实说 站在实力的角度 从球队成绩的方向出发 在经过这轮血排之后 特别是把克莱换成梅尔顿和离开尔的更替 勇士实力得到了提升 首先 现在这个阶段的克莱 大家都清楚他攻防两端的能力如何 进攻端克莱的数据掺杂着一定的水分 他在面对弱旅的时候靠着大量的出手 提升了平均数据 而往往在勇士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 克莱很少在有那些拯救球队的时刻 本而他在一些时候会因为自己的不冷静 导致勇士陷入挣扎的处境 而到了关键场次 克莱也很难再拿出精英级别的表现 并且他复出之后的关键表现 往往都是比较拉垮的 附加赛对阵国王投篮士仲林 此前进后赛面对胡人后 四场场均只有10.5分 最后三场得分分别为9分 10分 8分 他的三分命中率只有27.8% 詹姆斯放掉他去追库里的场面 相信大家都还有影响 而防守端更是不用多说了 为了掩盖他的问题 赫尔甚至只能把他放在四号位的位置上 但这又能改变什么呢 相反 梅尔顿作为一名年仅26岁的后卫 进攻端他三分命中率 整个职业生涯也达到了37% 尽管和巅峰克莱肯定没得比 但拉开空间也够了 况且梅尔顿不会有那些无脑出手 他不会损害勇士的利益 防守端梅尔顿更是精英级别的防守人 在哈登校里76人的时期 76人后场防守一直很一般 直到马克系主动接受替补的定位 梅尔顿进入首发搭档哈登 76人的后场防守问题因热而解 这就可以印证梅尔顿的防守能力 有多么出众了 七试用士对于梅尔顿 可以很容易理解他的能力和球风 把他当作室友投射 恰强版的小配盾来看待就可以了 在多数人眼中 梅尔顿是新赛级搭档库里首发的绝佳人选 离开尔就更不用说了 看过森林郎季后赛的球迷应该都清楚 他是顶级的辅助 在四号位上有着全能的身手 打球极其聪明 攻防都是如此 由他的存在 勇士地步阶段同样可以在场上有多一个吃球点 处理球人员的选择 原本2000多万留下老麦 进攻下滑岩州 防守几乎没有的可来 到现在换成了攻防居家的两名顶级角色球员 梅尔顿和利凯尔 勇士虽然背负了一定的骂名 但是他们的薪资得到了控制 实力还得到了提升 感谢观看